今天 周坤逊烈士骨灰在河南省鹊山县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在烈士固里 当地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送英雄最后一程 昨天你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 今天我专程班车来送你一程 我带着我的孙子 祝你一路走好 在吉林书兰 很多群众自发来到书兰市人务部门口 献上一束鲜花 留下一段告白 寄托对烈士的崇敬与思念 他是为我们书兰猫的幸福 我们大家都非常悲痛 今天都是自发的 来送郑伟一程 太可惜了 我们书兰人民会永远记得他 周忠伟就是我们身边的大英雄 好榜样 我们要把他的英雄精神传承下去 在灾后重建中超重赞 打头阵 受超强台风杜苏瑞北夷影响 吉林市书兰地区本月出现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强降雨 超强降雨造成部分村镇出现群众失联 桥梁垮塌 道路损毁等险情 8月3号 书兰市人务部接到上级抢险救灾命令 周昆迅紧急带领两支民兵救援分队赶赴灾区 连续奋战15小时 转站130余公里 始终坚守在受灾最严重 险情最严峻的地段 8月4号凌晨1时30分 正在开园镇指挥抢险任务的周昆迅 又受命前往金马镇指挥民兵紧急疏散转移群众 途经平安镇 西里乡 青安屯附近时 突雨山洪 他乘坐的指挥车被急流掀翻 卷入洪水中 车被洪水掀翻后 郑委我俩协力曾车窗爬了出去 可洪水太大 太急了 车被撑跑 我俩也被撑散 漆黑一片 谁也看不到谁 被撑了 周昆迅失联后 军地紧急展开联合搜救 于8月6号7时25分 在事发地西北2.5公里处 被搜救人员发现 经鉴定已无生命体征 不幸壮变牺牲 他是军人 他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为了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 冲到前边是应该的 我爸爸作为一名军人 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安全 他一有牺牲人 我感到十分的心痛 同时也是替他感到骄傲 我会作为军人的后代 继承他的遗志 继续努力学习 然后报家为国 微微长白山 滔滔松江水 英雄虽已逝 精神永不眠 日前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追授周昆逊同志 为优秀共产党员 新时代最美国动人 追击一等功 吉林省军区 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吉林省委省政府 追授他吉林楷模荣誉称号 并号召军地 向烈士学习 老正外的英雄行为 是人民军队 坚决贯彻 统帅号令 以训刑为命令 率先存判 勇挑重担的楷模 我们要把它 敢于献身 誓死守护百姓 生命和财产安全的 英雄品质 继续传承下去 在接下来的灾区重建中 我们人武部和民兵队伍 要继续当先锋 打头阵 扛重责 回应灾区百姓 所想所判 排解灾区百姓的所忧所难 在接下来的灾区百姓 在接下来的灾区百姓